卧尔克将解禁复出 这无疑将令上岗的进攻端更具威胁 然而在周中经历了120分钟的苦战之后 体力问题成为了目前上岗队的一大隐患 加之中场汉将蔡惠康的累计黄牌停赛 此一佩雷拉势必将对阵容进行调整 而对手深圳加兆业则是近况不佳 上周末不敌宝籍对手河南建业之后 遭遇六轮不胜 离降级区减差一分 卡罗的球队正式拉响宝籍进棒 联赛前13轮 深圳加兆业仅攻入12球 是中超攻击力最差的球队 封线集体牙火 他们在防守端的隐患也在不断扩大 此一面对上海上岗 若不能解决攻防两端的问题 恐怕很难在未免冠军身上取分 我们来看一下本轮已经产生的比赛的结果 在一场保级之战中 大连一方队赛客场逆转3比1战胜北京人和 而重庆思维赛1比0立刻天津太达之后 积分已经暂时挤身了前四 广州福利斯特科威西的球队 本赛季首次凌风对手 以2比0战胜强悍的河南建业 而在一场比赛中 河南河北华夏幸福赛主场 是不敌生半马武汉卓尔 本轮的重头戏 其实是今晚同时进行的 山东辱能主场 对北京国安的比赛 同时天津天海和江苏苏宁的比赛 将是全静元的告别之战 上海立地生花和广州恒大的比赛 将在明天晚间19点30分进行 目前在7分榜上 北京官队继续保持领先 39分已经提前锁定了半城冠军 之后相差5分的是广州恒大和上海上岗 重庆思维现在是在第4位 但是第4和第3之间有多达10分的差距 第5至第8分别是 鲁能 苏宁 武汉和天津泰达 在联赛的下半区 目前来看广州福利的上升势头 稍微足一些 目前是18分 之后是大林一方河南建业 和升班马深圳嘉兆业 但是嘉兆业的景比降级区 多出了1分而已 同期12分的 有深圳 河北华夏和上海绿地生花 三支球队 北京仁河11分 天津天海的只有9分 目前是深陷降级区 刚才我们其实给大家 已经阅读了整个的大盘 也就是说对 其实对深圳嘉兆业来说 最新的六轮比赛 一共只拿到了1分 已经是深陷降级的泥岛之中 而对上岗来说 今天的比赛是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战机 战胜对手的话 那形势还是对自己来说 比较主动的 对 其实两个球队 实力上来说 无疑上岗这边更具有优势 但是课长的比赛 刚才我们也提到 可能体能的状况 包括天气的状况 我们也是要考虑进去 足够重视对方的话 我想这样一场比赛 对于上岗来说 难度并不大 对 好 在广告之后 我们就来进入双方 上完时的比赛 我们就来进入双方 精彩就现在 阴冷的雨天 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 当与这份温暖不弃而遇 别忘了传递下去 传递温暖的你 很赞咯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深圳市的大运体育中心 五星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 在这里进行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 深圳嘉道乐队主场对上海上岗队的比赛 这也是上半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 两队的主教练在赛前也是相谈甚欢 但是呢 目前两队的近况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先来看一下今天两队的首发 上海上岗门将位置上是1号严俊玲 其他队员是13号魏镇 28号贺冠 5号石科 14号李胜龙 25号艾哈迈多夫 20号杨世元 4号王申超 10号胡尔克 8号奥斯卡 和37号陈彬彬 轮换的阵容的幅度的并不算大 但是今天我们注意到阿尔克森呢 并没有进入比赛的名单 是 现在胡尔克位置呢 相对比较灵活 原先他一般出现在右边比较多一些 现在更多的是顶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穿红衣的深圳嘉招夜 今天首发11名球员是 门将位置上23号国威 其他队员是15号葛镇 25号王鹏 14号姆本阁 11号张远 3号吕海东 39号甘超 26号金强 10号塞尔纳斯 31号李元一和 32号陈辅俊 那么他今天是一个双外援的出战 哥伦比亚前锋 普雷西亚多呢 因为有伤 所以今天没有进入比赛名单 对于本来进攻能力 就在中超中 还在最后一位的深圳嘉招夜来说 今天这样一个残阵 实际上进一步是缩减了 他前方的活力点 确实是这样 但是对于深圳来说 现在其实宝吉的压力也是逐渐逐渐增大了 而且缺少一名前锋的外援以后 对于他的这种攻击线上的需求 可能是减弱的 但是反观 可能他主场还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派出了大量的后场球员 这个比赛应该还是 稳守反击的一个状态 对 佩雷拉所率领的上海上岗队 是上半赛程到目前为止 客场成绩最好的球队 离我客场到目前为止呢 保持不败 而且是五胜一平的佳绩 而卡罗所率领的球队呢 到现在为止 14轮比赛 一共只打进了12个进球 平均每轮连一个进球都不到 所以这是一支在中超联赛中 虽然开局曾经有过惊艳表现 塞尔纳斯曾经连续两轮都送出过世界国 但是目前来看呢 现在有一些后城乏力 是 毕竟国内的这批球员呢 实力相对比较一般 所以对于整个球队的 这种动力感上来说 特别打到中断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这种动力是有一些缺失的 对上岗队来说呢 实际上这上半赛程的 最后一场比赛 尽管是客场 但是对手的形势 还是对目前的上岗队比较有利 对手目前正处在降级泥沼之中 而对上岗来说呢 虽然体能和旅途劳顿有一定的付出 但现在是士气正胜的时刻 所以今天的比赛还是有机会 主菜张磊 吹响了上半日比赛开始的哨声 红色队服的是深圳加兆业 白衣的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上岗 刚刚开赛在前场 通过一次简列的投出百度之后 深圳加兆业在禁区前沿获得了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 虽然不是一个常规的这种配合 但是打到前场以后 通过反应速度比较快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还是打了一脚高质量的远射 对 塞尔纳斯把这球拨给31号跟上的李源一 李源一跟进之后祈祷射门 今天在进攻线上的陈甫俊和李源一 两名实际上在联赛中名气不大的球员是联妹搭档 陈甫俊还是最终的有23球员 但是主教练很可能看重的是在目前这种状态之下 一个是封线挖钱 另一方面比较能够坚决地执行主教练的战术意图 在前场进行高位的逼下 还有一点作为年轻小将来说 他的体能相对是比较充沛的 所以可能开场利用他的这种体能的优势 冲一下包括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更好的去延缓上岗向前推进的速度 当然李源一的能力应该说还是在整个球队当中 中方球员比较突出的 同样这回在胡尔克的率领之下 上岗队的前场的三名球员同时果断上抢 这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深圳加少队的后方球员 在控球和出球能力方面不足的弱点 刚才两下拿球都非常的被动 但是球一旦到了左脚的时候 埃尔纳斯的脚下的话 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塞尔纳斯具有很出色的控球 长传和直接组织以及远射的能力 是 可能今天对于上岗这边来说防守主要的点 还是埃尔纳斯这一边 因为毕竟刚才唐木老师也提到过 他的组织能力包括脚法的这种运用意识 都是非常不错的 在中场这个区域主要还是依靠他去做一个串联 而他有的时候这脚射门 其实对于上岗来说防线上的队员 还是要给到充足的这种限制 外线39号干超 拿球之后准备强行起诉 硬吃防守权陈彬彬 至少今天开场之后 深圳加烧约队是主场作战 所以开场之后这两分多钟的主场气势 还是被他们打出来 上岗整个开场以后的站位情况 和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石科 鹤冠 魏正 三中卫 右边是王生昌 左边是陈宁斌 今天唯一的变化 李胜龙 可能为数不多的比赛当中 首发包括他真正顶在 封线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今天的阵容的部分的轮换 阿尔克森也没有进名单 对于像李胜龙这样的年轻球员 又是一个机会 深圳加烧约队在前场的很能抢 而且球抢下来之后 今天射门打得很坚决 又是从边路三沙和陈吴俊 这是一个低平球的协团 解围出界 给对手一个角球 开场以后 深圳加烧业这边的压迫感 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球员也比较敢于在前场投入 而且由于这种压迫感 所以导致他的二点球的控制 始终能够牢牢地把控 再加上刚才唐姆老师提到的 他打得比较直接 也不是特别摸索 所以感觉在前场 至少打到现在 还是挺热闹的 对 这个不到五分钟的比赛时间 对上海上岗队可以说立足慰问 还多少呢 是有一些吃紧 尤其是两队 只有在2012年当时的中甲联赛中 上岗队的前身东亚队 曾经和当时的深圳队交锋过 所以在顶级联赛中 两队这是第一次交手 11号张远 张远 李源一这些球员呢 都是已经在联赛中 证明过自己的本土球员 是 所以他们的比赛经验和能力 在对中是属于比较突出的 又是外围打一招冷射 而且在中间呢 还有李源一的接力 就是像这种蛮不讲理的打法 现在感觉好像导致上岗这边后防线上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慌了 包括这一次 客观也是和出击的严峻林撞一块 对上岗来说呢 纸面实力远在对手之上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呢 毕竟最近是两线作战 而且对全美那场比赛呢 是拼到了最后 再加上旅途的劳顿 对整个的战斗力来说 有影响这也是必然的 是 不过我想这样一个开局 对于深圳这边来说呢 势必是想利用自己的主场 但是他的持续时间 到底最后是有多长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反向 漂亮 把球给领好了 姆本格在背后 不知道这个身腿 是不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动作 裁判的没吹 李胜龙在前场 接应胡尔科的身后传球之后呢 跟进到位 而且呢 用身体倚住对手之后要求 哦 是踢到了最后 脚跟的这样一个位置 可能裁判还是要跟 视频裁判去交流一下 张磊已经通过耳麦呢 和视频裁判组来进行了沟通 从回报的曼宁头上来看呢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进去内犯规 但是开场只有六分多钟 就判给上岗队一个点球 裁判员会不会这样做 而且这个球关键 李胜龙已经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身前位置 所以身后这样扫了一脚以后 确实是导致李胜龙在进去里面的倒地 看看主裁判这一次 是不是会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看得搞不好 就是会有一个对上岗队有利的判罚出现 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这个犯规动作很清楚 是 对于张磊来说呢 只是如何亮明自己的尺度 和如何来掌控整场比赛 哦 点球 因为很清晰 对 这个动作是无可争议 武本阁背后半倒 李胜龙 张磊吹罚点球 这个球其实我们从最后慢镜头上来说 确实是踢到了脚后坤 而且这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李胜龙因为是拿球放在了身前的位置 是属于能够控球的阶段 而不是说把球领开了以后 有可能球权是失控的状态 李胜龙呢领球很稳 胡尔克也传得好 武本阁在这种时候呢 还是能够看得出了后方线上球员的压力 照理说李胜龙是背对的 而且离球门还有一定距离 在大进去线上 他应该是有一定机会 比较着急 如果这个点球确实是判罚了以后 对于圣任佳教授这边来说 这种点球对于他们不是那么的直当 因为毕竟刚才唐老师也提到过 对于球门也是处在背身 没有任何的这种威胁的情况下 随意的出脚 现在其实对于防守一方来说 在禁区里面的动作 做的应该还是要非常的谨慎 对 上方场比赛不到九分钟 实际上判罚的时间呢 差不多出现在七分三十秒左右 胡尔克获得了主罚点球的机会 这也是开场之后 上岗队的第一次射门 面对的是球门线上的国威 胡尔克停顿观察 可惜 胡尔克那是贴地窄 但是今天我们就注意到 深圳的这个草皮比较厚 而且最近连续暴雨之后 他整个的这个球走的流畅程度 不是特别理想 是 有可能在财场的时候 毕竟作为客场做的上岗队 对这个草皮的适应程度 熟悉度要稍微下降一点 对 因为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就是说南方的这种草呢 有的时候是用那种大叶草的 对 所以一旦草皮相对比较厚一些的话 一方面踢的会比较累 跑动啊 感觉腿上的劲道要用的更大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天气的 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场地的平准情况呢 也不算特别理想 对 上岗队失去了开场之后 一次绝佳的机会 因为之前呢 始终是被深圳家钞业所压制 但是一次良好的反击 就获得了点球 这一切呢 恐怕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今天如果只要 按部就张地进行的话 这样的机会 应该还会出现 是 但是 虎尔赫这脚点球呢 好像在助跑的过程当中 稍微显得有些犹豫 而且 确实罚的球速 包括角度 质量都不算太高 国威呢 之前一直有一种小小的 在这个球门线上的跳动和干扰 对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呢 中间有两次有停顿再起诉 可能霍尔赫也有点缺乏自信 或者说是在试探队上 是 有想象力的传球 绕了一道弧线 回在场内 倒三角回传 相当危险 塞尔纳斯跟进的同时 因为是左脚 而且在球离自己的身体 比较近 他够了踢 没有能够发上力 他同时呢 可能也举手示意 防守成员有干扰动作 这里马上上岗队发动反击 左边非常的扣 可以再往左边去发展一下 奥斯卡横走 在人从之中传球 但是刚才深圳的这波进攻 从右边路直线的这样一个渗透 到了进去里面倒三角的回扣 线路组织的应该说非常的清晰 对 最后而且杨士元的这一下干扰塞尔纳斯的射门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争议 看看进入死球状态以后 还看是不是会 也是像刚才那个点球办法一样 去观察一下 因为刚才李叶又曾经说到过 今天的深圳加上乐队的开场之后 打得可以说是非常简练 他们是只要进入有效射程之后 就会起脚 而且今天李源一状态非常好 他已经奉献了两脚射门 刚才是进去外一脚 有力的右脚远射 点球不进 又连续在门前 遭到对方的这种进攻 持续的这个压力 所以佩雷拉多少有一些坐不住 这下倒三角确实是传得好 对 不犯规 杨世元是这个赛季可以说天降神兵 对 确实可能通过平时的这种训练 整个体能的状态 包括比赛的节奏保持得还不错 第一下给顶空了 外围 呜呜呜呜呜呜海东 开场以后 深圳这边这门次数很多了已经 但是大部分呢都是通过远射 但是这些远射质量相对来说 把控的还是不错 对 还是圈顶外围的二点球 他们的这种铺桥 展现的非常的积极 中间有折射 所以再后一个脚球 外围又给对手遇到了机会 今天只要在25米区域之内 深圳下交易队有机会就是击脚射门 乌本格 呜海东 边路再找塞尔纳斯 塞尔纳斯左脚球员 只要对他有压迫的话 这个位置他很难转身 四次射门一次射政 这就是目前深圳下交易队在开场 前十分钟多一些 这短短的时间中 所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适合了解围球 王鹏起脚掉门 对严俊明没构成太大的威胁 本身就在防守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中后场一旦有球权的时候 处理球还是要冷静一些 尽可能的不要在中后场出现一些无谓的传奇球失误 欢迎大家下载 K球APP 对于上岗队来说 今天杨世元和艾哈迈多夫的这个双口腰的防线之后的比赛中怎么样 在对手进入射程之后进行有效的封堵和自己的后卫线联合来顶住对手的进攻 这是非常关键 其实一旦当对方在边路打下去的情况下 两个后腰确实要回收到一定幅度的位置 但是也不能完全和整个后排的队员挤在一块 还是要有一个竞争 看看能不能传 传球出现了15胡尔克领球 中间在横拨 他球给的还是稍微的有点力量不够 也有点犹豫 导致奥斯塔在接球的时候位置不理想 他可能还会受到那个点球不进的影响 这还要在有点时间 才慢慢地能够度过这段心理的不适影响 杨世元其实界外球扔的是挺远的 但是对于上岗来说 可能在禁区里面缺乏一定的高度 奥斯高脚下非常快 他头上睁不到 但脚下球要得非常稳 找到空档之后 左脚船中也是比较靠近门将 奥斯卡在中前场的这种优势呢 主要还是体现在脚步比较的快 对于球的这种拔空的能力比较强 两翼的球打得非常的简烈 这是年轻的32号陈辅俊 今天确实深人家召夜这边直线往前 二三十米的这种直船线路 包括他应该说在赛前的准备上 这个训练应该说练的还是会比较多 对现在看起来的陈辅俊的首发上场的只是为了适应中国足鞋的油23首发的政策 但是呢从战术效果上来讲 他还不仅仅是一个不仅仅是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他在场上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直到自己踢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场上的全情投入 上场的是18号徐阳 3号吕海东 一敌二 是靠杨矢元的回来包夹之后 王生超才把这个球给断下来 考虑到现在的上海上岗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一旦两边的边衣位回撤不够及时 或者流出比较多的和中路空档的时候呢 对手就会这样做 他两翼的内部的这种低平球 大幅度的贴地的内旋弧线球的这个传球 带动队友的跑位 还有一个呢 进入距离有效距离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蹊跃传中国社 撞不倒了 昌元第一下撞不到胡尔克 但是呢把他撞得更靠近底线 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让他没法往内线走 这还是比赛经验丰富 中路很空 这个比赛感觉上海这边的整个队形处理的 不是那么的紧密 今天被对方内部打成了多次穿插 还是看得出来 这个和之前周中的亚冠联赛 是有影响 是有关联的 反击看看 奥斯卡 好球 接地好的领好了 胡尔克 还是不愿意右脚打 其实像这种球 胡尔克的这样一个力量来说 领到右脚 在角度还算不错的情况下 坚决打一脚 应该说还是能够起到一定威胁 好球 本人不起素材憋怒 找李胜龙 第一下没传 好球 第二下再传 好机会啊 这是很好的 他第一下 扬坐传中之后 其实把对方的注意力完全给掉开了 无论是近点防守的球员 还是在中路防守的球员 都被晃了一下 导致最后传的时候 奥斯卡的身前防守队员 实际上是不到位 第一下拿球 想摆动 但是感觉球不在自己脚边的位置 这样一个节奏错开以后 深圳夹照业中路的盯人 一下子错位了 奥斯卡这边 这是很少见 对 在这种规格的比赛中 突然出现这种巨大的防守真空 这都让人难以想象 还好 国威今天那个点球 突出之后 目前状态奇佳 是 奥斯卡这下投球的攻门 相对来说角度不够 比较正 深圳夹照业队的两个编译位 左边的三号吕海东和右边的队长15号葛镇 都具有很强的这种直长船和斜长船的能力 所以今天只要队友跑到位 他们的传球是能够带出队友的这种跑动路线 打得非常简单 但效果到目前为止是不错的 还是贴着边线的这样一个向前的推进 前场队员呢 其实我们看深圳队处理的还是不错 无球的这种跑动 对于内部包括边路的这种使用 现在是比较平凡 现在呢 虽然深圳队这边进攻的势头保持的不错 但是上岗这个赛季表现出来的这种过人的能力 就在于他的抗压能力非常强 对 有的时候场面比较被动 但是打到最后你会发现 始终对方不能有效的去取得破门 反而在不断的进攻过程当中 导致后防线上的一些松散以后的丢球 从上岗赛季夺冠之后 上岗给我们的感觉呢 是越来越成熟 面对强队落后的时候呢 能够咬得住 面对弱队久攻不下的时候呢 也同样能够坚持 对 到最后呢 这个结果还是不错 虽然有的时候会损失一些场面 但是在这种职业联赛中 结果比什么都重要 打了 抓到机会之后一看陈冰冰已经跑出了空档 赶紧身后的中卫时刻呢就给他传球 但是力量上稍微掌握了大力一点 这种球其实对于落点分量还是比较难控制 因为毕竟陈明明这边是和葛镇能够对上位的 所以落点的要求来得非常高 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0比0的比分 而深圳家绍业队这个几分钟 整个的攻势也渐渐的平息了一些 球很多时候都不在他们的脚下 对上岗的来说就是错失了 开场不到10分钟那次点球的绝佳机会 不过现在从上岗的这样一个态势上来说 防守基本上没有给到对方绝对的这种机会 进攻当中反击 其实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空间的 只不过在最后的一船一射方面 再精益求精一切 那么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作为深圳队来说这样一个天气条件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高压 体能的消耗 有可能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现在很明显 他的这种比赛强度和速度上来说是下来的 而且你看一旦你能下降以后 他的传接球的成功率也没有直接来得那么高了 因为跑动队员他的这种跑动的速度下降 包括传球队员有的时候需要脚步的调整以后 所以他的这种传接球可能效率不会像之前来得那么的高 深圳嘉兆岳总体来说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升班马粗队 技术是比较粗糙的 人员的班底也不够厚实 队员在场上就全靠一股热情 一旦这股热情没有足够的体能来作为支撑的话 他之后会下滑的很快 这会露出破绽 关键是在对手气势正胜的时候 上岗队不能让对手得分 不能让对手起势 这样就成功了 等到对方往下走的时候 以他们的实力和对手周弦到底是绝对会有机会的 塞尔纳斯第一下停了一个反弹球 还是杨世元 回防到位率高 而且整个球的判断出球能力都非常强 能断能抢 整个的覆盖范围还很广 他打一个右侯腰 但进攻的时候还能积极前插来支援本方进攻 他的这种跑动能力 包括有的时候积极的参与到进攻当中 其实在后腰这个位置上 显得他还是比较丰富的 对 他比过去的绝对主力蔡惠康相比 他身上的这种进攻属性 要更突出一点 是 因为现在这个比赛 可能封线上有胡尔克 包括之前阿尔克森 奥斯卡都在 这样的话 可能他的这种投入感会稍显弱一些 但是我们看足鞋飞的比赛 打一些低级别的球队 外援上不了场 还是通过他的这种后上 能够取决进球的 犯规了 丢球以后就地反抢 李源伊背后报人犯规 马上快发任意球 陈冰冰第一下呢 球领的偏大了一点 这个草地呢 确实有的时候在传球力度方面呢 要好好的来适应 甘超也在找一个向前支传球的机会 反而被上岛队抢断之后 奥斯卡突破过人送脚下 胡尔克呢向回领球 他今天呢 可能是考虑到几场比赛下来之后 尤其是周中的比赛之后 对他消耗蛮大 他好像是处在一个恢复期 是 没有对全本那场比赛打的那样的兴奋 这也很正常 而且刚才在后排呢 其实奥斯卡打球以后 作为胡尔克 能够往前积极地进行一个跑动的话 可能这一下线路会来得更好 接在原地 而且这场比赛呢 感觉确实脚上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职业球员 一个 有的时候他的敏感度还是挺高的 客场的这样一个比赛 刚才我们提到的草皮的这种情况 对 和自己的主场完全不同的 所以对于球员来说 这种适应的过程 有的时候就看个人的能力 有的球员会快一些 有的球员就会慢一些 因为上半场比赛 封出了胡尔克的点球 所以对国威来说呢 这个半场比赛 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的 越来越兴奋的这种状态 之后也封出了 奥斯卡是在必竞的投球 张远从当年踢球时候的 边锋边前卫 到现在年龄偏大之后 球队也想利用他的经验 现在三后卫体系中 他是打一个偏左的中卫 只有身上的这个11号的号码 还暴露了他当年在场上的位置 对 补水时间 闷热超湿的天气 对于球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对于胡尔克这样一个体型的话 其实像这种天气 比一般的球员的消耗要来得更大 对 这是今天李源一的那小远射 今天我们感觉到只要进入前场 中路25米有效射程之后 他们都很敢于击脚 对 而且还打得很不错 有的时候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讲到这种远射 不属于特别合理的 但是从深圳队开场以后的极小远射 应该说比较合理 而且质量来得比较高 当时如果胡尔克打一个挑上脚的射门的话 有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胜龙这一下调整脚步以后的船中 确实是质量很高 而这个时候我们比赛刚才也说到 武本格可能在盯人过程当中 生前又没有上岗的队员 禁区里面只有奥斯卡一个人 他居然会把奥斯卡放开 让后面的队员来进行一个盯防 这个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主教练其实我们看这个消耗也不小 浑身湿汗卡罗 人们都觉得深圳家照业 如果按照他们赛季初的发展的话 会是一匹黑马 但没想到之后很快就褪色 尤其是最新的六轮比赛 一瓶五负只拿到了一分 只比降级区目前高出了一分而已 所以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同市申班马 可能作为武汉来说 他的这种开局稍显艰难一些 但是最近其实表现得不错 因为之前包括开局的一段时间 武汉经常是外援的受伤停赛 所以有的时候双外援的出战 对于这样一个球队来说 可能实力上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莫本格在后场起球 这是传着一个高飘的传球打给徐阳 一球没有拿好 徐阳身材本身就矮小 他当年一直是踢边风 对 速度灵活性 包括个人的盘带 是不错的特点 但是现在他好像年龄上去了以后 他的这种特点的优势下降了 而且好像感觉在球队当中 不是好像感觉在河南戒业那么突出了 对 当年河南戒业的编路的这两批快马 张璐和徐阳 现在还都在队中 但是都几乎是面临同样的窘迫 就是职业生涯到了晚期之后 滥以成名的身体资本已经不在 对 但是第二条路并没有走通 拿的不错 小夏就要好了 轻轻的向回给了 直接吸到射门 漂亮 奥斯卡接到李胜龙的回传之后 在离门二十多米处起脚射门 球速快而且角度很刁 这下向前运行的还是非常的顺畅 而且李胜龙这场比赛 顶在封线上以后呢 和奥斯卡包括胡尔克的这种配合 因为之前有一系列的比赛了 所以还是比较默契 而且奥斯卡这下贴地球 打了一个反向 虽然球速不快 但是角度比较好 奥斯卡角球直接向门内炫 杨胜源把这球给争回来 两下解围 终于算把球暂时踢出了危险区 上半时的比赛 无论是陈彬彬还是王神超 两个边一位的进攻 在上岗队整个进攻体系中呢 还不是非常突出 对 决定了整个的进攻呢 目前就立体感上要稍微的差一点 但是呢 最主要的支点奥斯卡和胡尔克还可以 同时呢 今天李胜龙挺活跃 对 今天的比赛呢 可能在中路打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中路这几名球员 在串联方面做的相对比较积极 两个边一位确实 如果说一旦在中路 很难打透的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位置能够往前提的更大一些 有的时候呢 上去了以后 起一些高质量的船中 爱哈麦托夫 对方下地之前先一个向中路扣球 奥斯卡再船 王鹏解围 真敢上 这个就杨世元他可爱的地方 甘超用脚来控制 他是硬生生的想要这个球 现在是对手的反击来了 摆脱不了 回传又失误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徐扬现在他在边路呢 没有绝对的这种摆脱的优势 而边路球员如果长时间的踢习惯了以后 来到中路呢 有的时候他是有一些陌生感的 因为毕竟四面八方都有可能有防守的球员 这是塞尔纳斯 他到位之后送出的船中球质量就很高 他速度不快 但是步伐很大 最后船球呢 这种平稳度非常好 思想一下 像刚才的这样一个质量的船中 如果中路是有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万元的话 这种球威胁是非常大 乱 好 绿海东脚下球没有拿好 放好 放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绿 fry 这绿 'd be 合 莫奔格这一下后上 先动用头球 先把这个球给顶掉 几次他在和胡尔克的交篮中 都不占什么上风 这次是动了脑筋 先上前防守 胡尔克其实有的时候 中长距离找他的时候 他要味要的比较早 再加上他的这样一个体格 对抗当中的这种优势 确实作为中国卫来说 即使身材比他高大 但有的时候就是抢不到 身材的这样一个点 黄身超 前点让 好的 李生龙在传 这球如果能磕过去的话 就非常棒 对 这一下看似是一个 比较不经意的传球 但是隐蔽性相当高 许阳 行球之后直接起脚车门打后脚 因为受到回防的卫阵的干扰 脚法没有能控制好 越卫了感觉 但是李元一这边没拿球 直接许阳这边拿了 角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 对 草的确实很厚实 像一块沾了水的地毯一样 对 球在上面走得很慢 球走得慢 包括跑动过程当中 要有能力更大 又在这种准沙滩足球的感觉 说话直接 胡尔克 胡尔克领球之后 多少调整了一点 但他调整能力非常强 调整到身前之后 直接起脚车门打圆脚 今天你看 奥斯卡 胡尔克 李胜龙 这三个人 距离靠近的情况下 打了多次的高质量的配合 对 但总体来说 虽然最后的调整能力 还是比较强 但是胡尔克 面对这样一个球的话 感觉脚下的调整 还是做得 不是那么充分 如果低下领球 就停到了一个 相对比较舒服的位置的话 起脚的位置 可以再往前走 一些 可能更居中 莫本阁 莫本阁防守犯规 上高队目前 两翼起色不大 尤其是左翼的陈彬彬 打到现在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成功的突破 但是好在 中路的这三个点 始终运转正常 无论是独立进攻 还是彼此时间的配合 还都有一些 出彩的地方 对 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可能中路是打得 比较灵活的情况下 作为两个边的 想办法还是要 尽可能地去顶上 做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 辅助作用 后场又是一脚 李源一的长船 找前面的快马驯扬 深圳队反击之后 现在是边路 李源一交给吕海东 好的 他就踢得直接 其实在边路 起脚船中的一刹那 中路是没有队员的 但是他踢得直接 其实顺势 在中路跟进的队员 他往前的这种跑动 能够也是来得更坚决 平快横扫中路 目前深圳加超越的 首发队员中呢 没有一名前场的 支点型球员 有两翼传中 但是在中路的这种 稳定的支点是没有 霍尔克的传球 李胜龙 好的 要到球的同时 这张远的能力 比赛经验卡位 体现了淋漓静致 当年是打前锋出身的 所以知道进攻队员 最后这一拼呢 还是之前速度上 张远这边有一定保证 因为从铺抢的 这个时机上来说 可能张远这边 这个时机还欠缺一些 但是速度 包括身体上 略微的还是有一些优势 这次玩命了回抢 也让他付出了受伤的代价 你看这个时候铺抢 其实时机上 有一些错误的 是的 他最后是硬生生的 把这个错误给矫正过来 他连续起诉的能力 和最后就在大进区线上 左脚在进区内 右脚在进区外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很猛的铲抢动作 这种产场的动作 有的时候在重心 不是特别规范的情况下 脚有可能是窝里 再加上这样一个场地 我们看在张远倒地以后 其实草皮是翻起了一大片 今天主教练卡罗在场边非常激动 因为球队六轮比赛只拿了一分 他的这个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 如果本轮再在主场输球 又是上半赛程的最后一场的话 不但他的率位有可能岌岌可危 更主要的是球队就已经 真的是要为保机而战 这个赛季和以往的一些赛季 好像从整个积分排名的 这种情况来说 后半段的球队 聚集的球队是比较多的 你看重庆打到现在第四名 只赢了大概四到五场球最多了 对 只有二十四分 到最后一名的球队 其实差的也不多 对 如果说后半赛程 在排名偏后的一些球队 如果能够连续赢个一两场球 两场球一赢的话 这个名字上去非常多 所以今年的保机及格线 有可能会比往年要稍微的 再靠后一点 但另一方面 因为之后的这一大坨 这个保机的队伍很多 比赛到了下半程 就会变得很难讲 对 但是今年的头上 也就是真冠的形式上来说 这个积分我估计也不会低 对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赛季其实现在 作为上岗来说 还是排在第三 但是从他拿到的积分上来说 一点都不比上个赛季拿得少 对 好的 这一下陈冰冰有突破的机会 他还要看中路的时间 回传球稍微大了一点点 再送脚下 霍尔克 这是他的好机会 他选择了不摆脱 原地呢 C队友的脚下球 李生龙近期的出色表现 现在可能也给了他足够的信息 编络再回给陈冰冰 杨诗员防守的时候犯规 张磊给黄牌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因为塞尔纳斯呢 已经突破了 你看杨诗员这一下 横向移动以后 敢去对抗 作为后腰有的时候 在对方球权转换 产生反击以后 牺牲自己 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球员如果不到位的话 即使你有这样一个想法 也实施不了 继续打长船 先是斜船转移 接着呢 又是编衣卫拿出之后 继续靠长船来冲击 打得非常的简单 露了后面没人 但是说实话 整个上半场 深圳这边呢 开局是打得不错的 后来徐扬换上来以后 他反而感觉效果没有 之前从陈卓俊这边来得好了 当然这个和体格的下降 球员的这种传球球的失误 增加呢是有关系的 漂亮 吕海东 利用在中路 刚才实际上 李胜龙在停球时候的 一个失误 直接起脚射门 这个左边一位 上半是比赛 个人两脚射门 他就大力外脚背的远射 这第二脚打得相当漂亮 而且我们看距离远 发力是比较充分的 球出去以后 球基本上不转 对 所以对于严峻林这下来说 不就起来是难度非常大 还好严峻林注意意识非常集中 塞尔纳斯 塞尔纳斯主发脚球 还是脚球 这边在禁区里面包抄呢 也没有绝对的高度 对 所以 在纳斯即使有这种脚法的保障 但是中路呢 感觉好像真强 也不是说很靠谱 李元一过来了 可能要玩一个配合 对 李海东再船 这球呢 有点掉门的味道 上半场比赛就有四分钟的捕食 因为现在可能到了夏季战役以后 每半场都有一个捕水时间 基本上会在两分钟左右 所以现在呢 可能要比以前的这种股市时间 要来得更长了 背后踢人 埃哈迈多夫犯规 像干超这个位置的传球 又出现了15 吴本哥刚才是传球15 现在上岗的反击来 今天的胡尔克确实不处在最佳状态 有些该要到的球 拿不到 这一下其实胡尔克呢 第一下积极往里穿插的时候 张远这边是拽了一下 但是这一拽呢其实如果不停自己的脚步的话 埃哈迈多夫这小球传的还是不错 没有吹犯规 球权是给了上岗队 球权是给了上岗队 没有吹犯规 球权是给了上岗队 这的衣服 还要 ef hangin 都能力 讨厭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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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得出还是想打一些成功率 左边不行 然后通过中路 通过三个中柜之间的横向连接 其实就是不断地用视线 用传球的线路来分割场上的空间 然后找向前纵身传球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停地在左内部的进攻 姆本哥这一下断球的同时 他向前输送了反击球被断下 上岗队又有机会 最后落在了奥斯卡的脚下 突然起脚打一脚后场的 斜长传 后脚的斜长传 球呢传得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我们看在第一波进攻 没有得手的情况下 中场杨世元这边的拦截 保证球队能够有连续的 这种进攻的机会 主差弹张磊 明少结束了上半时的比赛 伯尔克上半场比赛呢 没有打进点球 双方在比分上目前赞成 战成0比0 几时的比赛 下半场比赛 将近将即将军 上半场比赛 上半场比赛 有点把油辅 将其相当处 再加速 上半场比赛 被滑 转 上半场比赛 从机会 半场比赛 两场比赛 近三场比赛 但 上半场比赛肯定很多人都在纠结于胡尔克的点球不信 不过这确实只是场上的一个偶然因素 因为再伟大的球员都曾经有过设施点球的经理 这并不是决定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 我们还是看到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炎热潮湿 闷热的环境之下加上场地条件也多少限制了球员地面的发挥 那么球员经过周中的拼插之后状态有所下滑 正是这些客观因素的叠加才使得上半时的比赛 在直面实力上远强于对手的上岗队 没能打出我们想象中的那些进攻的内容 而另一方面深入的今天很有气势 但是进攻也缺乏一些办法 大家都看得出来很想赢比赛 但是都显得欠缺一些运气 所以半场只能接受这样一个0比0的平均 其实整个上半场我们看更多的还是一个消耗战 开局其实深圳这边打得比较投入的 因为考虑到周中其实上岗这有一场艰难的比赛 所以他们的这种体能的状况 深圳这边要处理得更好一些 当然我们也提到过这个赛季对于上岗来说 改变最大的就是他的一个沉着冷静 面对一些困难的局面 他是能够很好的化解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进攻当中 中路应该说今天打得还是不错的 李胜龙 奥斯卡 胡尔克这三人之间的串联 应该说进行的比较的积极 但是两个边异位我们始终提到过 可能对于前场 特别在船中这个环节上的贡献 其实做的并不够 对 边路今天在整个的进攻支持度方面 始终是显得有点不俗 那么这样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本来就是对边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或者说有很独特要求的这么一个战术体系 上半场比赛上岗队不成功 但不成功的同时折射出了中路今天三名球员 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彼此之间配合 多少有一些亮点 所以既有不成功的地方 但是在进攻方面也有一些亮点 所以上半场的比赛 总体来说上岗队还能够在有限 目前不处在一种最佳状态之下 对中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我们都曾经说过 从整个的联赛大局上来讲 这场比赛是必须竭尽全力 要去获胜是要这么一个结果的 对 其实上半场我们说 三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效果是出来了 但是下半场我想对于上岗来说 效率的体现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比赛 其实上岗能够获得一些不错的机会 但是转化率如果不能提升的话 这个比赛无用功了 所以下半场看看是不是对方体能下降以后 我们的一些反击过程当中 创造出来机会以后 能不能很好地去把握 对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 实际上一切都是推而休息次 只有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就是三分 就是最终的结果 相信主教练对此是心知肚明 所以下半时的比赛 双方都会去要 这最终一个让他们感到满意的结果 是不会有所松懈 我们现在稍时休息 一会来看双方下半时的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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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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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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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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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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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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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赛打的也是比较有连贯性 而且这个赛季 他和王生超这两个边 因为如果一旦同时助攻到前场以后 两边的船中还经常能够找到对方 双方的下半时的比赛开始了 一个是要获胜 来保持对领先的北京国安的 这种追击的压力 而另一个是急需 获得近七轮以来的首场胜利 以走出这种降机的泥潭 所以这个下半时的比赛 对双方来说都是志在三分 一定会是竞争非常激烈 海胸以后先把两个边顶上去 阵型呢也做了这种很具进攻性的 这个很有张力的这么一个站位 王生超和张卫几乎都是站在边线上等待要求 而且位置呢是在前场 在离开中场线起码要有20米到30米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现在一旦这两个边一位同时顶上的话 对于后排队员中后卫 包括后腰的这个出球的能力 要求就提高了 托尔克托尔克拿球的同时 背后呢有人上前顶防 深圳家超业队的两名后腰呢 26号金翔偏着一防守 39号刚安超呢 有相当不错的爆发力和向前传球的这个速度 这回呢是张远和金翔两个人同时顶防 张远被吹的犯规 这个区域其实对于托尔克的力量来说是可以打一脚的 看看怎么处理 深圳这边好像也不算是特别重视 对 这个人墙只有一个人 做一个象征性的风景 看了对方站一个松散的选位 托尔克果然贴地击倒射门 那某本格把这球给封了出来 第一点居然球没有争到徐扬 徐扬带球突破 石科呢第一点争抢 出现了一个判断上的失误 可能在高峰球的过程当中 那徐扬这边呢感觉好像过于自信 但是徐扬下盘比较稳 在地面呢扛了一下 这个效果不错 但是后排三中卫有这样一个好处 一旦一个人顶住 顶不住的过程当中 补位的队员来得非常的快 还好喝关 直接补掉了石科 防守失误之后说留下了这个空汤 是因为如果四后卫双中卫的这样一个平行站位 如果要补过来的话 可能距离不上三中卫当中一个补过来这么近 暗门搜索卧 不上海 不断地通过回撤接应 再通过横向传球 由于深圳加州乐队丢错以后 现在并不积极潜顶 而是主动回收 所以上海上港队在传球的时候呢 刚才废了好一番周折 才选定了传球的方向 好的 奥斯卡把这球给让过 打了 有了漂亮 奥斯卡 奥斯卡单刀直入 在下半支比赛开赛四分钟的时候 奥斯卡右脚带球 从他领球时候这个身位上来看 他已经不再选择传球 而选择了直面对方的球门 打得并不很具有这种身体的这种张力 但是最后这一条捅射呢 还打得很漂亮 很突然 和上半场一样 上半场这个开局以后的点球 没有把握住 但是奥斯卡 对方呢 其实犯的错误和之前我们说 石科在防线上那个错误有点相似 对 也是上得很猛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奥斯卡这下扛得非常好 而且最后的射门 四两国千金 很轻巧 就是这脚弓这一推 打得非常的准 在国威下地之后 从他的右页下 窜入球门 到了这个区域 如果你发力打的话 有可能角度都不存在 可能就是只有这一条单一的线路 但是需要的这个脚法 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 而且要准确地找到这一线 下半支比赛对上海上港国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一个是在换上张柜之后呢 加强了异步的进攻 更主要的是奥斯卡 还是展现出来了 很棒的这种冷静 和最后这种射门的稳定性 这个僵局顺利在下半场打开了 那这样的话 球队可能在信心方面 包括事情方面 会更加的好一些 而且现在呢 深迅加赵业这边 还是处在一个防守反击的态势 整个阵型依然是收得比较靠后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对于上港 除了防对方的反击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以外呢 就是在进攻的这种节奏的把控上 会显得弹性会来得很大一些 对 它可以保持多种节奏之间的 这种互相切换 而且我们看另一场比赛 整个上半场 全统武能是二部领先 北京国安的 这个对上港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局面 也如过本轮国安输球 而他们如果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话 五分的差距将变成只有两分 对 也就是我们赛前所说的 一场球的差距 对 贴着边路徐扬 正在通过中场休息15分钟 这个上半场出的汗能收掉 但是这个球一丢 这个还又冒出来 而且你看一丢球 甚至这边迅速的把整个阵型又推上来 而且不像下半场刚刚开局 整个阵型是收在自己本方版场 这个数据情况来说差不多 而且成功率上甚至这边还高一些 还高一点 绝对次数双方就差三次船前 好球挑身后 张卫 稍微带多了一点 第一下没传可能觉得中路跟进的队伍的位置和人数都不理想 奥斯卡一对一 而且第一下没传以后呢 这个拿球用右脚往外先拿 其实左脚扣回来还是放在往球门这个可以攻击的这样一个位置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很小的一个领球动作的细小的15 或者说是差异就会造成之后的结果会差距很大 对 因为在内线的位置呢 不是说完全不能控 如果说你完全不能控的 我往外外线拿 去护一下球 转移球 胡尔克停球停的很漂亮 摆脱 启动过人 再过 打 漂亮 这是胡尔克今天比赛打到现在他个人最好的一次阵地战的发挥 奥斯卡的传球 第一步停就停的漂亮 停在脚下很稳 然后突然启动走内线 身体护球之后 直接描好了脚内侧 发力动一个圆脚 这个是胡尔克打在右边比较喜欢的线路和节奏 过人到最后动这么一个圆脚 是非常靠谱的 传当传球 先对徐扬的起诉的这个路线时刻进行了破坏 但裁判的哨声也来 虽然是犯规了 但是作为中后卫来说 高位的这样一个顶上以后 不可能是无功而返的 必须要有一些收获 因为像这种比赛的话 让深圳队落入阵地战的话 他的进攻手段方法并有多 对 唯一的威胁可能就是在反击的过程上 包括上半场 打一些远射的质量还挺高的 李海东在左路船中 二点球 落到了另外一侧队友队长葛振的脚下 还是击脚船中 太多了 突然上抢而且还不犯规 塞尔纳斯 虽然进攻的一开始多少有一些受阻 球是走到了自己的外线 但他升级护球之后 塞尔纳斯还是证明的是一个 极其擅长远射的中场球员 霍尔克赶紧和队友打一个致歉的手势 就是他这个位置丢球 对 中后场特别在居中的位置 这样一个丢球 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这个球我们看塞尔纳斯 其实左脚射门的能力 失敲 感觉并不是说完全把这个球 甩开一定的空间 助跑以后的白臀 球放在脚边 小摆动的射门更具有突然性 而且其实 看了亚冠的这个比赛 打全北上一场比赛 也是霍尔克在中后场有一个丢球 对对方的投球没有顶劲 这一下奥斯卡确实是要提醒洋视员 像这种近距离的球 尽可能还是走地面 别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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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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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K球APP将全程直播 2019赛季中超预备队的赛事 欢迎大家登陆K球APP 关注中超未来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外球很难支出来 只能靠前场的徐扬回来要一下球 因为几个站在原地的接应点都被看死了 前场还是利用对方借外球时候出现了问题 上岗队把球给断抢下来 阿哈迈多夫横传转移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右边 王生超是比较积极 在之前阿哈迈多夫拿球的时候 已经是往中路去进行跑动 基本上都是一脚两脚的传递 但是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 这个时候节奏不快 但是球权始终牢牢地控制 奥斯卡扣向外线 继续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 三个人都给他吸引过来 张卫这边就相对比较控 好球 华克哎呦第一时间没打 这个球如果是一个高水平球员的话可以直接侧身起脚射门对 这一下打包括我们看李胜龙小距离的这种往前的穿插是不是能够传 上岗队前场断球 奥斯卡横走 哎呦 笑了呀 他踢球就是他的能力和他最后的这种处理球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到他的脚下就会有威胁就是很合理 之前我们说乎尔克从右边往中路去发展 那到了禁区内部的这样一个空间 大门是非常有危险 但是同样奥斯卡在这个区域 他的这种可能性有可能要比乎尔克来的很大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对于深圳这边来说塞尔拉斯提起来会稍微感觉有解持力对人了 因为毕竟在封线上没有一个很好的帮手 因为普雷西亚多的受伤 使得他们无法排除三万元的这么一个阵容 尤其在封线上又少了 干超突破过人 防守射门 尸隔原地站的不动 封堵了他射门的路线 我们已经做过介绍中场球员中的金墙偏重于防守 而干超具有很强的进攻属性 他脚下而且速度还很快 你看他整个动作很连贯 而且到了禁区里面对于这种空间 方向的感觉也是来得比较好 二点球第二次被干超拿到给塞尔纳斯 毕竟是左脚的这种习惯动作 底下还是往回拿来 场边深圳队又要出换人 换下刚才奉献一小左脚算门的39号干超 换上的是祖鹏超 27号祖鹏超 一小鞋船位阵也没顶到 但好在进攻队上祖鹏超站的位置 也没有在这个球的落点边上 看上去还是比较大胆的 挑一个反向的位置 这种球要得手的话 除非我们说后防线上 后卫出现一些失误 一般来说这种球很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无意之间传到了张雷的身上 通过裁判的身上这个简历 新规则 对 现在碰到裁判了以后 要重新知识了 因为有的时候碰到裁判 会产生很多意向不道的效果 对 这也是一个规则修订 其实是更公平 多慢了 领先以后的上岗队呢 他踢的整个节奏感 要更松弛一点 对 因为他毕竟是有多名控制能力 很强的球员 没有必要踢的那么着急 从控制力上来说 肯定要比之前的要加强了 但是从威胁程度 轻越性方面 可能也是由于比分领先 所以还是要找机会 呼尔克回带球出现了一个失误 祖鹏超 无论是之前的徐阳 还是现在的祖鹏超 卡罗手中目前能用的 都是一些这种边风性质的球员 很能跑 个子小 有脚搭技术 但是球员需要一种高大的 中度的强典型的球员呢 没有 对 只能说这些队员呢 不是有一些个人的技术特点 但是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绝对的实力还是先绝一些 而且现在我们看 园一的位置呢 他回撤 回撤的幅度还挺大 我们看场边上海这边也要做人员的调整 上海队让深圳加州业队已经连续传了十多次球 但是呢 都是一些中后场的无谓传球 威胁都不是很大 一旦真正想转位有十字意义下进攻传球的时候呢 球又丢了 对 其实防守最不怕的就是在身前横向的这种刀脚 突鹏超 再突 再走外线 不过现在走外线呢 其实威胁都会降低 逼着他向外线走 对上岗来说 边路成功就至少做对了一半 而且这一下呢 卫正上去防守的状态就是 把对方往外线去 偵队的让球 超压在边线上李源一把那球给要回来停队一下之后再带球前进 描着自己的队友徐扬来传 平抽到了中路 球速非常的快 但是这一下呢 有点吃在外脚背上 没有完全兜住 胡尔克对 这个时候换他下来很不满意 而且感觉是不愿意下的 对 作为主教练来说 可能这个换人又要 但这是一个坚定的 这是不会轻易的 因为场上队员的反对 而要改变的决定 胡尔克呢有点不满意 他今天点球不进 而且整个的状态呢 不处在最佳 对 但是这个实际上很正常 他好胜心强 这可以理解 但是有的时候 也必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再说能够下场休息 不是什么坏事 是 说实话 今天他的一些拿球处理 总觉得是有一些磕磕绊绊 像这种高水平的球员 在场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身体的机能 肯定不处在一个最佳 这个换人有可能是会产生一些 更衣室里面的不和谐的东西 他这个束大拇指是一种嘲讽性 而且嘴里实际上 他一直嘟嘟囔囔是很不满意 他完全是 其实我们感觉到是在讽刺 主教练 他不愿意被换下 看到奥斯卡的进球呢 他一定想如果有个进球 今天就完美了 对 如果这个球是他进的 你换他下来呢 或许他这个心里面 可能调节上还稍微好一些 作为队中的大牌球员 而且自尊心非常强 在这种时候被换下呢 他明显感觉到 这似乎是对他 点球不进的一种批评和惩罚 但是教练不一定会这么想 教练想的很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让他休息 对 他周中这场比赛拼得很厉害 原本可能我们想的也是 会不会换李胜龙下 马上下周末 中超联赛的下半赛段开始之后的 第一场比赛 上海上岗将面临 本赛季第二回合的同城大战 将来主场面对上海生花 虽然生花目前是身陷降级需中 但是这种 如果只是追求一场结果的话 都很难讲 对 所以又是同城大战这样的敏感和重要的比赛 球队不会没有所想法 所以让自己的处理做轮回轮番的休息 很正常 是 因为以前我们看上海的得比也比较多了 所以得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点 心态是比较重要的 另一方面 可能这种比赛 整个球队的实力 不一定能够左右最终比赛的结果 这一下其实杨世元还是和身后卫正好像自己人撞一块儿了 这一下其实杨世元还是和身后卫正好像自己人撞一块儿了 这个是不是顶在自己大腿肌肉上 而且我们看膝关节这边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杨世元是目前中场球员中奔跑和覆盖能力最强的队人 他周中也打了亚光联赛 但是从他的身上的这种疲态几乎没有什么想 刚刚临创意的上场 本来也是想补强中场的体能这一环节 因为毕竟其实上岗还是有多名 完全可以在这种比赛中上场的中场球员来使用 但是不一定杨世元在佩雷拉的近期的调整的名单之中 如果他的受伤要导致马上打第三张换人牌的话 就不知道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从走路的这个情况来说没有太大问题 我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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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赛尔纳斯回来接球的时候呢 经常可以看到他摊着手 因为前面没有一个强力的高点来接应 对 只能向两边 他有不错的边缝 但是中路没人 我们现在从整个下半场来说 赛尔纳斯包括李渊一 先看看这一球 葛震回扣的同时的微微有点花了 他反身又把这球给带回来了 稍微多了一点 他想穿当再叙叙实实 这下线路可能选择的不对 如果这下扣回来 是能够躲过张卫的防守 刚才我们说 可能赛尔纳斯 包括李渊一下半场的位置都不会撤 他在中场的这种组织不缺人的 但是还是先前我们提到过 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确实少一个外援的话 少很多东西 发了一个战术的短角球 可震再推到边路 李渊一 赛尔纳斯小心 结果他调整了之后 他左脚已经没法踢了 乱军从中是右脚横扫 李渊一在船中 楚彭涛起脚船中 跳了 这球他突的船的很漂亮 张卫投球 这比赛可能进入到 最关键的时刻 别看现在是领先 但是上岗只领先一个球 对 而且这段时间深圳的攻势起来了 他没有中锋 但这种阵地战的时候 不排除后排队员插场之后 还是有接应的高点 是 虽然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没有身材高大的队员 但是如果说多次的有这种近距离 不受限制的这种船中 但落点船的好 其实有的时候防守一方也很难带 还是想编路给 编路现在是三个队员 然后李百东保持中速上前 中锋位置上没有人接应 所以还是需要通过内部 通过内部有队员出来 拉开接应之后呢 再找下一次进攻的机会 中锋边场是比较空的 船中质量不低 就是可惜中路没有好的接应给 金强倒地射门 滑倒了 裁判没有吹停比赛 但金强刚才这个铲球 可能是带倒了 对 这个动作肯定是幅度比较大的 而且出去倒地以后呢 是晾斜 杨诗远 这个几分钟之内 已经是两次倒地 所以是没直接踢的 所以踢到的话 就是一个红牌动作 这段时间我们看 作为上海这边来说 防守 特别是对方两边 连续不断的这种祈求 第一个要做到相对 限制住对方 不能让对方在边路随意的起 另一方面呢 中路盯人还是要注意 最后这个环节 就是点出来的2.9 想办法不能连续地 让对方去控制 现在施政这边的祈求 我们看连续几下 质量应该说还是不错 到了进去的中路 但在中路只有谁 徐扬在这 这个点远远是不够了 对 他要是有一个 有足够身高 好一点中锋的话 今天两天下半是这么大 都可能都进球 对 赢九通 instagram in red ר森啊 io loops 五ко 自己反对方的 听本当 thou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做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深圳加州夜队靠张远 张远因为踢过前锋 所以他的脚下能力不俗 突然压到前场来参与进攻 准备外线强行超车 其实这边进攻了 感觉还是主要靠左边 边后卫的能力相对比较好一些 包括身后张远有的时候 现在也慢慢上来 远端只有徐阳这一个接应点 所以仁义没有及到谈球 看看金翔的转移球 又被路着隔阵 跑出碰张之狗 看看金翔的转移球 这球传的是真不错 但是徐阳在跟进到位之后 徐阳的脚下球是他的优势 空中球呢是他的弱下 在空中有一个转体 投球没有能够顶进 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过 让对方轻易的棋 如果说这种传终的质量 落点确实是比较好的 后卫其实挺难处理的 多好在呢 现在东方位置上徐阳针 这个投球的能力 确实是欠缺的比较多的 现在确实还有一点在进攻上 上马这边好像控制力 比之前要下降很多了 前场给不到对方太多的威胁 这样的话反而在自己本方的防区呢 我感觉还是挺忙碌的 这个还是胡尔克下降之后 所必然带来的 所以他的气氛呢是有理由 他知道自己对对手的威胁 林创一上冷之后呢 是可以加强中路的防守 但是对进攻的提升 可以说是会很有限 脚下带了稍微多了一点 王生超过来把这球给捅走 外卫吕海东起脚再传 把这个阵脚要稳一下 奥斯卡就有这种 在小范围打不开的局面下 迅速能够找到反向距离非常远的这样一个点 有的时候像这种远距离的船球 进攻的时候是进攻的调度组织 像刚才的这种就是化解危机的一种方式 把对方铺抢上来的大部队给他甩开 是 脚下带的稍微多了一点 也正是因为杨世元的上抢 使他金墙 刚才出现了15 现在呢 深圳队祭出了最后一招 把姆本哥那顶上去打中锋 这样打呢 对上岗来说威胁度是蛮大的 他现在不回去了 至少他的这个升高和冲击力呢 增加了之后 对上岗的后防线是个威胁 对 如果说实话 我们在前场 现在对于对方的这种压制力不够了 所以像上一个中后位 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 可能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奥斯卡在了这个人能力 再突五运用差一点 这一下如果被他突过去的话 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连续的方向上的变化 在脚步的这种搬动上 可能作为奥斯卡来说 他是一个强角 突然打了一脚 蛮漂亮的身后的直穿球 让徐扬的拉出来来接应 正在 Draw этих操ую 刚刚打了一elo 隚子 莫本格 有位 结果裁判少生来了 虽然不是一个 阵硬的这种前锋 但是至少来说 他有一定身高 所以现在可能 最后的这一阶段的时间 高空球的防守 对于上岛这边来说 威胁压力一定 是要比之前来得更大 这是他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对 李胜龙 马上转移爱哈迈多夫 金墙 墙得很凶 这条车转过来了 李海东跑动势动起跳船中 船得太大了 在慢速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感觉船中质量还不错 但是在快速行进 需要有一个脚法 很好保障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经常所提到的 球员的个人能力 战术板很清晰 三中尾 但是现在我们看 我们格上来了以后 有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个四后尾 需要后续的部队来投入 需要后续的部队来投入 这回呢是张卫一个人需要这个球 绿海东再大脚起 两个人是同时起跳争抢 卫阵和母本阁 卫阵这边直接开了 这一下撞得很凶 母本阁还不能排除 马上要换 有肘肌还是 而且直接顶在卫阵 这个太阳穴的这个位置 对 你看倒地基本上是失去意识的状况 对 它除了一个还好 它之后呢又开始动作 否则的话它是平平倒下 因为这个侧向 而且对一上来之后 马上做出要下场的这么一个手势 虽然领先但是远征的上岗球迷 对场上的这一幕还很担忧 因为现在看起来首先是有外伤 但是外伤的只是一个硬伤而已 这个内伤情况怎么样目前就不知道 双方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场边调兵遣将 都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 因为眼看呢上岗这里伤了一名中尉要下场 甚至就要利用最后的这段时间把这个比分赛给他打回来 再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 许阳那次 对 这个球说实话 如果是一个阵营中锋 有一点投球能力的 这个球就很有威胁 确实佩雷拉在下半场60多分钟把胡尔赫这个换下 显得有点保守 而且呢还可能会引来对内部的不团结 另一方面确实从整个之后的时间的比赛上来说 造成了一定的被动 因为很明显 胡尔赫下场以后呢 还在进攻当中这种控球的能力 包括给到对方进攻的这种压力 确实是小了很多 六分钟的捕食 意味着对深圳队来说 还有最后一击致命的机会 因为他们现在是全力进攻 已经把姆本阁的调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而且随着魏镇的离场 实际上上党队在防守方面会更加吃紧 魏镇现在人是不能动的 对 我这一下 我这一下挺担心的 我这把杆超换下 他现在不需要边风 不需要边风突破 他有可能一会儿采取边后卫 直接两翼 击倒船中的这个机会 上岗呢 换上了24号雷文杰 换下已经受伤的位阵 上岗现在可能卫镇这边受伤以后呢 王神超要收进来了 接下去之后的联赛当中 这个中后卫 可能又缺人了 鱼海的伤病 可能还是需要 包括 卫镇的这个伤病呢 下一场未必能打 看看卡罗在换上年轻的球员 李静庆上场之后 想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李静庆呢 没有这种绝对身高的优势 也就是1米80左右 但是上场一定是有他的运用 脚球 这一下 吴本格还是在原点把这球摆回来了 所以他就算不是正牌的中锋 他这个身高力量在那摆着 对 他只要一直在那站着的话 总是会弄出一些机会来的 而且说实话 在禁区里面的这种百度 要比直接顶门的要求来 来的稍微低一些 选择了低平球传球 哎呀 还想没过来 奥斯卡在那等半天 没问题 上场之后是全力玩命的 对对方持球球员进行扑响 中午直接急 肯定不是一个 好的方式 对 控下来 对这很重要 手点轻 他两次球都给的太小了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 中路在王鹏 通过长山球向边路打 一直都没有进入一种有力的态势 就是两翼能够祈求船中 反倒是让上党队获得反击的机会 又到了最有威胁的奥斯卡的脚下 再打开 对 这个就是奥斯卡比赛的这种经验 一脚船中绕过对方中路的全部防守球员 李生龙没有脚停 投球了这球体能下降之后 他控制不住 顶一个 到了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 要防对方的这种起球 金强起脚传中 摩本阁 好 放推 财犯的哨声来了 摩本阁 这本来是一个进球 但是裁判的哨声张伟的哨声 马上就来了 进球无效犯规 这是金强从中路直接起的直舱船 这个点呢 可能是在中后卫和守门员中间 严俊玲 是看了出严俊玲在出击的时候呢 受到地面上摩本阁的干扰 这球呢 有点黄右手蹭了一下之后 球是向后走 起跳的时候 我们看摩本阁有点人窝起来了 所以后背屁股这个方面呢 可能顶到了袁俊玲 干扰袁俊玲导致他手型出现了问题 的时候球是向回走 这个时候呢 视频助理裁判又介入了 又和张雷进行了沟通 这球怎么判 现在还不好说 现在还没有成最终定论 因为有了视频裁判之后 目前正在进行的美洲杯上 曾经出现过巴西队 进三球 但是都因为视频的介入被吹无效 就是不算 就是不算 因为呢 这吴本阁确实是有这个干扰守门人出击的范规嫌疑 这一点是勿论质疑的 吴本阁上下半时都成为场上的焦点 造了一个点球 下半时呢 又导致严峻林失误 但是进球无效 这场实力或进一步把深圳加高乐队推上绝路 他们将七轮比赛紧急一分 深陷降级区了 这个比赛从另一方面也反映 深圳如果缺少外援前锋的话 可能国内球员在封信上的人 实在是找不到 裁判还在加 六分钟就完之后 现在又再加了两分钟 商品普世已经达到了八分钟 葛镇的传球 还给机会 照理说 補时已经是一个最后实现 继续加时间 吴本阁又一次摔倒 但裁判不吹 这球呢也不在他的绝对控制范围之内 反归了 给了张远黄牌 这个时候对上党队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握有控制范围 牧本阁也有很明显的拉拽动作 双方上要位的时候呢 都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肢体的缠绕 因为这个落点已经抢不到了 所以我们看牧本阁也是强行的倒地 球呢是不会就很快的发出来 李渊一抢球又犯规 不过就算赢得这场比赛呢 整个的过程上海上岗期的并不好 更多的就是追求我们说 这场比赛的结果的重要性是高于一切 是 但是呢复出的就是胡尔克较早的下场 还导致了他的不满 其次呢反击的力度也下降 好在在这个时候 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考斯卡的进球 上海上岗队在客场5比0 战胜深圳家道业队 结束上半赛程 这样的话呢 他们在积分上将继续紧追北京国安 而对深圳家道业来讲 七轮比赛紧急一分 保击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这个就是今天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 奥斯卡这个进球呢 还非得仔细看才能看到他的妙处 打得真的可以说几乎是不费力气 打得很精巧 也没有发力 就是在这个仁从中 在对方门将和两名回防后卫的包夹中 选择了最冷静和最合理的方式 最终上海上岗队就靠这个进球 拿到了非常宝贵的一分 我们赛前就说过 很难说他今天这场比赛 会保持一个全队良好的状态 今天状态并不是最好 但是强的就在于状态不好呢 也能赢球 调整能力 包括我们所说的上半场抗压的能力 还是非常的强的 包括奥斯卡这一下 其实中场休息我们也提到过 上半场获得了不少的机会 但是转化率下半场利用了一次 不是机会的机会 还是体现出我们球队当中 外援的个人能力还是强 所以结果是最重要 那么现在上半赛程已经结束 这场比赛的直播呢 也到这告一个段落 马上给您带来的是 F1奥地利战的赛事直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五星体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